好 也是 皮包包子 大里面猜 我是乐乐 又到周末啦 又是要去 家庭日期的时候 那因为现在 又是疫情的关系 然后大家也就只能 我们又不能跨周 又不能去哪里 但是生活还是要有一点仪式感 这个四月 整个四月都是我们的 对 生日走 整个四月都是生日月 所以 上个礼拜给他庆祝了 生日了 这个礼拜就 也要给他轻松一点 带他出去 现在带你儿出去 走走吧 今天呢 我们是透过这个Mable Home 去他们的那个 Homestay住吧 他们其实在KL 或者在更丁那边 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房源 你们可以上到他们的网站去看一看 然后有很多的选择 那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跨周嘛 原本我是想去更丁那边 但是我又有点担心 会有block 还什么的 到最后我就选择了这个 The Robertson Residency 好无疑问 我们现在到了啦 就是这个Raw Person Residency 如果你们在这个Mable Home这一边 或订房间的话 订房间的话 然后你们进到Gard House 就要先在他们的 Temperary的 Parking那边 Parking先 然后进到他们这个Mable Home的 这个办公室 然后他们就可以 Check-in了 过后 然后他们就可以 进去Parking 进去Parking South Tower OK Parking South Tower Level 29 OK Hohoh My birthday September 29 OK OK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房间 竟然是我的生日号码 打到卡啦 Hello Hi David 9月29 我的生日 大家记得咯 不要怎样的啦 就是 Donate我咯 Send星星给我咯 哈哈哈哈 Excuse me 干嘛 Lelel要脱鞋啦 是吗 你翻看Lelel Lelel喜欢这个房间啊 一进来就跑来这个房间了 他 这个房间好像不是我要的那一间 不懂 你看现在没有房间的 这边是怎么回来的 咦 厕所 厕所有亮大镇哦 对哦 这个 塞衣服啊 这边呢 不懂咧 这边也是房间 啊 也个 也是房间 所以这间是适合小家庭的一间房间 你看 你看看这个喜开心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Jump Oh OK 一进来就是一个小饭厅啦 吃饭的地方 然后就是客厅 电视 然后他这边有一个小房间 这个小房间可以给小孩子睡咯 你看这个就很喜欢这一边 你看他一直都排这个床 然后厨房 然后厨房 小小的厨房 舒服 应有尽有 你要洗衣了 洗衣 有洗衣 记洗衣 OK 然后也有微波炉 煮东西的电视炉 煮东西的电视炉 厕所 一间厕所 然后还有就是大房啦 大房 其实没有很大 起码看得到外面一点风景 这是什么风景 29楼 有位高的人就可能不敢走过来这边 OK 床看幕厕是queen size 好啦 你去 你要躺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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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奶 对 他很开心的感觉 一个家庭来这一边旅行的话 或者是在那边附近做点工作的话 所以这个地方是蛮适合的 而且他的周围环境方便 因为金河啊 不及冰档啊 起床盖啊 那些全部都在这边附近罢了 你大CRAB的话 应该不用10块钱 就可以去到的地方 你只有喝奶 是最干净的 最安静的 哎呀还想要带大家去看一下他们游泳池的地方 哎呀 下雨了 等下再看看怎样 我们看一个人 你看这个人几滩 滩到你 越下就越大 然后又越来越黑 算了啦 今天应该是去不到一个游泳池的 这个人完全在这边黑 还看韩剧 我是带你来这边 又对哦 好啦 我们到最后 什么游泳池 什么设备都没有去到 我们就是一直到晚餐时间 然后晚餐呢 我们今天会去吃一些 叫做 我们的那个 homestay出来呢 其实就是 就是Bukit Bintang那一边 阿罗街那一边去看 这边有很多 很高级的一些餐厅啦 还有一些酒吧之类的 这边就有很多 然后我就在网上订了这一间 叫做 Opium KL 然后它是吃一些 类似中餐 的一间餐厅 然后在这里面也是装 就都很漂亮啦 所以这边的东西都是以中餐为主 如果你要喝酒的话 这边还有那种烧清酒啊 古加皮啊 赖酒啊 很硬啊这一些 根本都不会喝 今天有点难拍到一些画面 因为这边太暗了一点 然后他们这边的调酒呢 感觉到处都蛮用心的感觉 都外形啦 都蛮有中国风的感觉 有点柠檬茶的味道的 风格这样子 我一看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榨菜面 然后它变入了传统 运突面的样子 它的面还是运突面的 运突面的上面 它上面一层就是那种榨菜了 然后拿那个菜 好像甜不辣样子去榨的 然后它里面的面条是很黏的 然后面条里面还有一些肉碎 有点像是逮宝饼那种肉碎样子 捞在一起 所以你吃得到很香的肉碎味啦 面条软绵的那种口感啦 还有就是它那个菜的那种 香脆的口感 这整盘里面是有三种口感的 然后试下它的晚餐 感觉蛮大力 里面有一只新鲜的虾 那虾也够味 OK哦 好吃哦 然后它的这个芋头咖喱鸡呢 辣是没有很辣 但是有点偏酸 有点阿桑阿桑的感觉 我以为会有很香的芋头香味 但其实没有 现在试下这个也是颠覆 传统的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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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就是一层那种炸 所以应该是蛋哦 它的那个糯米表皮呢 就是有炸到一点点脆脆 这样子的 配合这些炸的那些蛋丝啊 这样子来吃 我会觉得不要这些蛋丝会更好 因为如果就加上那种蛋丝的 整个口感越咸油腻了一点 我不像喜欢 我觉得有点油腻 然后这个是他们推荐给我们的 Lemon grass stick 就是很香 那个柠檬草的那个香味 然后肉很香 吃了两个老婆 好啦 就是现在要找我去洗澡了 我们今晚就是这样子 很费的一个店有没有 哈哈哈 就是进来确认去吃个网站 然后就没有 一直下雨了 OK啦 好啦 先冲凉 好啦 先冲凉 哈哈哈哈 真的很黑 这个这两天真的是有点黑 所以就是带家人 好像去来不同的环境住一住 然后出去吃个东西这样而已 真的是一个很日常的Vlog 然后当然也是谢谢这个Maple Home啦 提供了这个住宿给我们 他们的房型呢 有很多种的 有四五个地方就有他们的这一个 居住的 你们可以去他们的网站看一下啦 然后里面去找 比较方便你们的这种房源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要我说这一间 Maple Home 我们住的这一个房间 有些什么缺点的话 我只能说它的热水真的不太够热 但是比吴温还要再冷一点点 我完全觉得不够热的感觉 如果你问我说 比较适合来这边住的人 多数都是那种有一个小家庭的 有一两个小孩的 我觉得很适合这一点 然后朋友可能来KL转站的旅游的话 我觉得这边也是蛮适合的 还是再次的感谢Maple Home啦 希望有机会再去试住他们的其他的房间 有特色的介绍给大家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女儿也蛮开心的 来到一个新地方 一直跑来跑去 然后睡也睡得蛮好 跟在家里面一样也是睡到9点左右 所以都很好啦 OK 等下我们看一下 我们会不会去吃一点早餐的 再介绍给大家 好了 我们刚才从那边 check out了的时候 我们就过来这一个crank llama 这一间网红店 叫centre kitchen limapolo的centre kitchen 然后它就是用了老的住宅去 然后改造成一间cafe 然后这边主要是吃一些 有nuna laksa 然后一些laksin lemas之类的 这也是我的好朋友 很漂亮的美女 Emily跟她的老公 很帅的老公 很帅的老公 Alan云凯的 他们的第一间呢 其实在基隆坡市居有一间叫limapolo的 然后他们那边专卖nuna 然后这一边呢 是比较以cafe的方式来演艺 所以他们吃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多 然后比较多事情 来这一边休闲一下 喝下茶 喝下咖啡 然后吃一点nuna的东西 他们这边的东西呢 都偏早餐的感觉 辣辣哦 嗯 辣辣哦 辣辣哦 这种辣克咖啡啊 还有一些西式的咖啡 Cappuccino Espresso 那些他们这边都有 我们叫一个nuna laksa 跟一个 Laksin lemas hong day nuna的鸡肉料理 这样看来有点像洗腰盖 真的有点洗腰盖的感觉 还有一些 不知名的香料的味道吧 就是nuna的感觉的东西 炖很久的感觉 我以为会是辣的 原来没有辣的 它的肉又很软嫩 它的nuna呢 它看起来很 nuna的东西就有一点点 偏酸酸的感觉 然后糖也是比较浓稠的那一种 不会很辣 一般上不能吃辣的人 都可以来试一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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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我们这两天很黑的 这一个KL一日游 OK 就结束啦 然后我是觉得这种这样子的老宅 可以改造成餐厅 或者cafe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不然的话也不会有人在哪来住啊 希望你们大家也会喜欢这样子的Vlog的影片啊 也谢谢Mabel Home提供我们的住宿 OK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按like and share 如果在YouTube看到的话记得点击订阅 然后按个小铃铛 我记得新影片你会最快知道 拜拜 拜拜 拜拜